流浪猫会记得经常喂它的人吗 结婚这种问题就来想问你 猫会记得让你快要饿死的时候给你一饭自能饶 那当然会记住啦 毕竟对于流浪猫来讲 记住一个长期饭票经常在哪儿出没 给它取了什么名字 那都是生存的关键嘞 确实 猫咪是非常敏感的生物 大部分的猫咪都只相当于人类幼宰两到十二水的智商 因此大部分的猫咪对人的短期期仰并不长久 但这是由于也要让猫咪非常惧怕于人类的接触 所以当猫咪发现你是对它没有威胁取 愿意提供帮助的那时 你是大量的狗别的 它纳入长期记忆当中的 因为猫咪大部分是脸盲 所以在六米开外 猫咪是很难分的清理 是人是鬼的 所以我来记住你 猫咪往往会选择记住你的气味和你的声音 有研究显示 部分猫咪对于主人气味的记忆 甚至可以长达十几年之久 所以如果你发现一次流浪猫 经常对你进行蹲点 甚至到你家里做客 那么它大量的意思 记住你咯 流浪猫记住人 为了猫咪开心时 受到猫咪对它的喵喵叫 会被猫咪带去寻尸淋地 甚至在夏天 受到猫咪送来的老鼠麻雀等奇怪喝点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说明 流浪猫真的记住了你 它不会只想着占你的便宜 还送过一条鱼 而是真的记住了你 记住了你 对它的好 所以 如果你也有心遇见了冬天能记住你的流浪猫 请把它带回家吧 因为比起食物 它们更怀念家的味道